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心家族 改片在豆瓣响于8.5的高分 故事的前半段看似俗套无厘头 后半段却峰回路转 轻轻地揭开回忆尘封已久的面纱 深深地触动了观众们的泪线 电影的开头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上万 因为孤独对生活彻底失去了希望 他选择自杀却没有成功 反而在醒来后遇到了四个鬼魂 他们分别是烟鬼大叔 爱哭大婶 变态爷爷和调皮的小鬼 带着鬼魂们回家之后 上万感叹 正是第一次有人来拜访他 虽然只是几个鬼 但仍然让上万心中有了几份温暖 哪怕他无奈地想 如果他们是人就好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上万的内心极度渴望陪伴 这份渴望既是逼迫他想自杀的毒药 但同样也能够转变成对生活的热爱 鬼魂们到来后一直阻止上万自杀 还借助上万的身体尽情做他们喜欢的事情 打断了上万日常生活的规律 荣无可准的上万去寻找让鬼魂离开的方法 得知只有完成鬼魂们的心愿 才能让他们心满意足的离开 于是上万开始帮助鬼魂们完成心愿 帮爷爷找照相机 带小鬼看电影 在完成心愿的过程中 上万与温柔美丽的女护士颜秀相遇 上万对颜秀一见钟情 但却因为自卑不敢接近他 幸运的是 在鬼魂们有意无意的帮助下 两个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烟鬼大叔的愿望是得到一辆小轿车 在得到轿车后 大叔开着轿车带着大家来到海边 在微风的吹拂中 夕阳的硬着下 上万和鬼魂们度过了一个美好温情的下午 在海边的这一幕让人感叹 如果上万身边的这几个不是鬼 那这该是一个多么温馨美满的家庭 这也为后面情绪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在和鬼魂们的生活中 上万逐渐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生活的动力 鬼魂们也开始疼惜上万的身体 为他改变了不良的生活示好 这一天无证驾驶的上万被交警带进警局 没有家属的他只好让严秀来接他 在交警局等待的上万 想言鬼大叔诉说自己孤独的痛苦自杀的原因 坦言自己对家人的渴望 恰好严秀听到了这一切 于是他轻轻靠在上万的胸前倾听他的心跳 电影到了最后 只剩下一窟大婶的心愿没有完成 而他的心愿仅仅只是为大家做一桌晚饭 在晚饭中严秀来到上万家 两个人四个鬼 犹如一家子人围坐在桌子边 这一幕是如此的温馨 可是在饭桌上上万因为提到严秀去世的父亲 让严秀生气离开 原来在严秀眼中 家人是他最想抛弃的事物 因为父亲在严秀很小的时候 就抛弃了他们的母女 上万和严秀看待家人的方式 是本篇最大的冲突点 严秀同情上万渴望家人的孤独 但是却不能理解 他深深痛恨着自己的父亲 痛恨父亲将自己和母亲抛弃 两个人的对比也深刻的体现了个人经历 对人本身的塑造 但是在交往中 上万用自己对家人的热情感染了严秀 最终严秀来到和父亲经常相见的地方 找到了父亲留下的淡蓝色小鞋 这一层的意义并不只是严秀 对死去父亲的原谅 更重要的是严秀终于摆脱了对家人的偏见 完成对自己的救赎 而心灰意义的上万赶走了鬼魂 准备一个人在小轿车里自杀 但他眼前突然浮现出 曾经和严秀的点点滴滴 于是他提着爱哭大婶做的紫菜卷 去找严秀 两人重归于好 当严秀感慨 人在遇到重大的创伤时会失忆时 上万突然回忆起了过去的事情 原来四个鬼魂并不是无缘无故来找自己 原来他们一直都陪伴在自己身边 原来在自己想要放弃人生的时候 都是他们给了自己活下去的力量 原来自己的一生从不孤独 恍然大悟的上万大哭着飞奔回家 想要找回离开的鬼魂们 他回想起来 原来鬼魂们都是自己的家人 他们一家在上万小时候去海边的一次旅行中 遭遇了车祸 只有被妈妈拼命保护的上万幸存了下来 电影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高潮 完成了一次巨大的爆发 观众们在忍受了之前各种无力头号 终于明白了整部电影的主旨 鬼魂们的每个愿望都是过去生活的串联 同时也是对上万神神的爱 在上万孤独的那些日子里 他的亲人虽然失去了生命 但依然默默的支持着他 始终没有放弃 虽然爱情给了上万继续活下去的动力 但一直以来支撑着上万的 却是家人间浓厚的亲情 这部电影讲述了亲情的力量 他可以超越生死 超越时空 无论你有多么落魄 多么痛苦 家永远是最温馨的港湾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要想解说的电影 欢迎评论区留言 下期见 下期见